秋行军虫现在肆虐南回地区的小米园 虽然部落出现国内首期小米被害案例 不过还是领性个案的 损害面积是不到5% 不过还是必须赶快及早施药来防治 因此台东农改厂特别安排到金峰香的小米田来巡视 也教导农民如何使用秋行军虫的防治制裁 花莲地区的农友也要特别注意 台东农改厂人员巡视金峰香小米田 查看是否有秋行军虫入侵 虽然没有发现被害情况 但却在一旁的玉米田找到秋行军虫的踪迹 这也让南回地区农民都非常忧心 生怕辛苦栽种的小米也会沦陷 我发现我田里有很多病虫害的小米梗 还有小米的心打开来里面有虫 那时候又不认识秋行军虫 所以很害怕 然后今天来上课才认识秋行军虫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那个病虫害应该就不是秋行军虫 吃完了玉米的时候它就会吃别的地方 所以我就比较建议南回地区的农民说 看能不能先决定要秋行军虫之前 它爱吃的那个玉米就先尽量不要种 农改厂指出虫子可能随着气流从南部漂到台东 目前台东小米种植面积约有100多公顷 其中南回四乡为最主要产区 虽然日前有部落出现国内首起小米被害的案例 但仅是零星个案损失面积不到5% 为了让损害降到最低 台东东开厂特别到金峰乡小米田巡市 也教导农民如何使用秋行军虫的防治资材 它是随着气流这样带过来的 它是平均就这样散落在这边 它如果掉在玉米它就吃玉米 它掉到小米上来就吃小米 看到轻微有病症就要使用了 因为它小虫的抗药性一定是比较弱的 不要等到它长到很大只的时候 那时候就效果就有限了 建议大家能够向县政府或者是改良厂 或者是防检局来做通报 那通报的话会补助第一次的防治药剂跟工资 政府表示农委会已经针对小米 公告斯诺特及苏利菌等九种紧急防治药剂 强调秋行军虫即主范围高达350多种作物 呼吁农民加强巡市田间 避免虫害扩大 旧蒋王杰金峰相报道 混�ık arenthcraft 还有 瓶后 看到 呼吐